外星道高雄有一名女騎士 騎車勾到了垂落的電線 自摔撞車 而警方現在也循現 要注意電線是怎麼掉落的 發現凶手竟然是松鼠 詳細狀況要聯繫給記者蔡婉如 好主播事發之後 女騎士的機車橫倒在路旁 警方前往處理 上班途中 騎車行進這路段勾到電線 結果重心不穩自摔 只是原本懸在半空中的電線 怎麼會垂落 警方追出兇手疑似是他 事情發生在上午的上班時間 22歲女騎士騎車自撞 追出兇手疑似就是松鼠 在當地咬電線 導致電線垂落路面 當時騎士沒注意 勾到之後釀出自撞車過 松鼠咬這個電線 也造成電線感短路 電筒爆炸 冒出白煙 包含消防人員 台電人員都到場來協助搶救 就在案發之後 40分鐘現場恢復通行 至於女騎士送醫之後 沒有生命危險 以上是目前掌握最新消息 深深還給棚內主播